满山的垃圾堆就将被人恶意气质 今年2月5号桃园复兴区罗浮产业道路的山坡地 被发现有人恶意倾倒垃圾 很快警方已经逮捕了徐姓跟杨姓两位男子 出谷两人前后偷盗了超过10吨以上垃圾 并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裁储 不过到目前为止垃圾还留在当地 里长担忧若再不清运 可能影响到下方的水源区 复兴区公所清洁队回应 全案依法交由检掉单位侦办 因此所有垃圾被当作证物 还不能随意清理 近日将会联络检察官 请行为人先行处理 我们会依据检掉单位 他们的指示以后 我们会依据他们的指示去处理 就是请他 如果说他现在是相关的证物 我们这边不能请他随意的去移植 那我们会去问检察官 他们是不是说对于这个案件 是不是请行为人先去做处理 复兴区靠着优美的风景 跟在地特产维持生计 因此生态维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清洁队长呼吁民众以此为戒 不要随意在山区倾倒垃圾 依相关法令将可处六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切勿以身试法 原人新闻人乐视许家龙 桃圆复兴采访报导